中超被伊朗神风看低!经纪人放话,永远不去中国!给七个亿有没的谈! 近日,效力于和贾敬旅阿尔克马尔的伊朗国角贾汉巴克时火了,本赛季,他以21例进球荣英和贾金靴,成为首位夺得欧洲主流联赛金靴的亚洲球员。 不少欧洲豪门球队开始对其展开引员攻势。 据贾汉巴克时的经纪人表示,已经有包括纳布勒斯在内的多家球队已经和他取得了联系,但并没有进行正式报价。 因为球员希望现阶段能专注于阿尔克马尔,转会事宜放在世界杯之后再谈。 我们会审视所有的选择,看看哪些是有诚意的。 当有俱乐部报价时,我们会要求与对方主教练交流,共同探讨球员的未来发展。 该经纪人还强调,钱对阿里里萨不重要,他永远都不会去中国和中东。 哪怕开出过亿欧元,7亿人民币,的合同也不去,他们根本就不用打电话来。 现年24岁的贾汉巴赫什本赛季在合甲出战33-4,打进21球,并送出12次助攻,是合甲表现最出色的球员之一。 12强赛时,贾汉巴赫什曾代表伊朗队与中国男组有过两次交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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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